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到处说贾导根本没有才华 结果贾导就落榜了 贾导很气愤 但是又没有办法 只能自己安慰自己 他想啊 没关系 我贾导就像是一名剑客 而我的才能就是一把磨练得很锋利的剑 只是还没有试过而已嘛 于是贾导就写下了这首剑客 剑客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试 今日把试君 水有不平试 剑客就是指总是背着一把剑 经常帮助别人的大侠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试 在这两句诗里 贾导说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精心打造了这把剑 它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看 剑上还闪着寒光呢 只不过我还没有使用过它 今日把试君 水有不平试 后两句诗意思是说 今天呀 我就将这把剑拿出来给你瞧瞧 你说说吧 水有冤屈不平的试 我可以带着我的宝剑去帮忙 听听 多么豪迈的语气 哎 不过贾导只是没考中近试 但他为什么要以一把剑来写诗呢 其实呀 在这首剑课里 贾导运用了一种叫做 托物研制的表现手法 咦 什么叫托物研制呢 你看 在诗里 贾导表面上 只是描写了这把宝剑的特点 它是剑课用了十年的时间 才磨制出来的 锋利无比 剑课用这把宝剑 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实际上呀 贾导只是想借宝剑 来表达自己很有才华 希望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可不是吗 贾导的才华 就像这把宝剑一样 磨练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展现自己 贾导描写宝剑 就是为了写出自己的远大抱负呢 这就是托物研制的用法哦 不只是贾导 还有很多诗人 也喜欢运用托物研制的表现手法来写作 比如 北宋文学家周敦仪 就在爱莲说中写道 于独爱莲之出于泥而不染 灼清莲而不妖 意思就是周敦仪唯独喜欢莲花 它从满是污泥的池塘中长出来 却一点都不脏 在清水里洗过 却完全不显得妖媚 在这里 周敦仪也是借出于泥而不染的莲花 来表现自己洁身自爱的高尚品格呢 在这首剑客中 贾导正式运用了托物研制的表现手法 从一个剑客的角度 借宝剑来展现自己满腹才华 正等着大展身手的远大抱负 果真是一首构思巧妙的优秀诗歌呢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剑客 唐贾导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试 今日把势军 水有不平事 下期节目 豆豆姐姐再带着大家 一起来欣赏杜牧的一首诗歌 提屋将停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这首诗诗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